我叫Rathaporn Silipan,中文名叫徐瑞萍,来自泰国,目前是湖南师范大学,在读的博士生。 我在陆沙南陆沙大学是一种新的体验的,在这里的大学是挨在一起的,有一种没有危险的大学城,很热闹的。 其实最大的挑战对我来说并不是普通话,而是汉语的方言,我觉得这些方言是挺有意思的,所以我还会说几句方言呢? 美多,就是那种美女的意思的。 其实我是很喜欢用泰语或者汉语讲述一些中国的故事,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来到中国,所以他们可以通过我的二手的经验来了解一下中国的过去和现在。 虽然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在这里学习,如果有机会的话,我想把湖西的文化了解一些,就走遍湖南,还有吃遍香菜,回去的话就能跟家乡的同学分享一下我所在的湖南上沙。 我叫Abdujalal,我中国的名字是王瑞轩,我来自巴基斯坦,我是在中国,快五年了。 在我眼中,城市是一个非常往后的一个城市,中国的时候就是Citywalk是很特别的,就是桌头,我经常去,有时候学习文化的话,要去越路学院。 这些地方,生活的文化,真的非常的吸引我,或者讲一讲美西湖,切子龙,可以感觉到城市的文艺人们。 最近我拍了有一个视频,是在城市发放映画的,我发在Facebook上面,然后视频就画了,然后好多我的朋友们,他们跟我说,城市的这个映画真的非常的好看。 因为自己的分享,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,了解了城市,所以呢,我自己也是挺开心的,很惊喜。 这几年城市的发展变化真的非常好,我省下了好几次月路峰会,了解到了好多的AR、VR、无人家事。 这些高科技仍然我眼前一亮,城市的未来还是很值得、很期待的。 我是斯蒂芬欧宁格,我是奥地利人,在中国差不多八年半。 大学毕业的时候,我跟我的双胞胎哥哥,我们有很多选择。 但是我们觉得中国的发展、经济越来越好。 如果我要过来中国,对我的话,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。 我是储全科技的分公司,罗麦克长沙的总经理。 是要科技行业的发展非常的好,非常的快。 有很多新的项目,也很多高端产品。 所以在这样的行业以内,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。 我很喜欢跟中国的同事们合作,因为他们很认真的工作,有很多奋斗者。 我现在在中国很多年,所以我去过了很多的地方。 但是我真的挺喜欢是长沙。 这边的人都是很礼貌的,有深厚的人文历史,还有好看的风景。 然后这边有很多好吃的,所以我变成了一个亲口的、拉不怕的湖南人。 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在这边生活,因为我在这里很幸福的。